我们讲一下UML类图 上一节我们讲明显对象的技术知识 明显对象我们是通过概念和代码来讲的 讲明显对象就避免不了去讲UML类图 因为我们在接下来讲设计模式的时候 每个设计模式基本上我们先都会 拿一个类图来看一下它是怎么回事 而不是说直接上代码 UML类图大家学会了之后 也可以在自己的工作中 在写设计文档的时候 把类图先画上 通过类图你们同时之间可以交流 可以讨论可以开会 就不用看代码 这个就是比较概述的 也是比较好沟通的一种方式 UML叫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 就是统一建模语言 这个名字大家应该都知道 上学的时候可能也都学过 它这里面其实有好多好多的图 UML如果是详细讲的话 就这三个字母详细讲的话 应该可以写成一本书 网上应该也有卖这方面的书 就是一本书专门讲UML是什么东西 那我们这以设计模式为目的 我们就只是讲类图 和这个关系最紧密 UML比如说除了类图之外 还有应用力图 对象图 顺序图 协作图 等等很多图 其他的我们就不再看了 类图 就是它包含很多图 但是和本科相关的就是类图 然后就是关系 关系我们主要讲泛化和关联 泛化其实就是继承 就是我们讲那个类之间的继承 关联就是类之间的组合 就是一个类里面 引用了另外一个类的类型 它除了这几个关系之外呢 它可能还有实现 聚合 组合 依赖这些 但是这些我们用的不是很多 特别是在GS中 因为GS并不像Java那么 是一个完整的 绵上对象特性的语言 所以说它用的就更少 所以我们就讲泛化和关联 就能把我们接下来 讲绵上对象的一些知识 基本上大部分都能包含过来 好 那我们继续 然后接下来我们结合 也是代码和类图的结合 就是我们画图和代码 要一块来看 这样结合来看 它能把这个类图和代码结合起来 首先说一下工具 推荐两个工具 第一个是 你下载微转的Office Visor 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其实是 Office套装里面的其中一个 它和World,Excel,PowerPoint 这些都是在一起的 可以登录下 大家可以从网上去搜 另外一个 就是我平常比较用的 就是ProcessOn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 我们当时演示的时候 会用这个网站演示 大家可以先去注册一下 注册完之后 这个网站免费用户可以有 好像是九张图还是七张图 我忘了 就是免费的图比较少 你要想画很多图 你得去付钱 它是这么一种营利模式 但是我们作为学习者 这几张图就够用了 对吧 你如果不够用 你就把这些图删掉 也可以 如果是你要想画特别复杂的图的话 那肯定是用上面的一个VSOL 如果是想学习本课程 就这种不是特别复杂的 我们能满足设计模式的 画图的要求的 下一个就行 所以说我推荐这个 我用Android process on的地址 我们去看一下类图该怎么画 假如说我们拿到一个类 只有一个类 类怎么写 我们上一节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拿到一个类之后 我们可以画这么一个图 一个表格 表格是一列三行的表格 大家看一列三行的表格 然后第一行写类名 就是类的名字是什么 然后第二行里面 我们写所有的属性 类所有的属性 第三行里面 我们写类所有的方法 属性的方法 咱们之前也都讲过了 对吧 然后我们按来看一下 加号就是代表这个属性是public 警号就是protected 减号就是private 这是前面第一个符号 然后接下来是空格 空格完之后 就是这个属性名 public属性名 protected属性名 private属性名 属性名 属性名完之后一个冒号 一个冒号 一般冒号后面有 我们也要加一个空格 因为看到更清楚一些 冒号空格里面是类型 就是这个属性名 到底是什么类型的 因为那个gs是弱类型的语言 所以说我们这个类型呢 也可以这么写上 比如说数字类型 对象类型 似乎图类型 那个布尔类型 还有什么函数类型 或者说那个数字类型 这些 然后下面这个就是方法 方法也是 加号减号减号 分别代表public protected和private 然后接下来是方法名 方法名括号里面 我们写参数 写参数名 有几个参数 然后最后是冒号写这个方法 或者这个函数的反汇值的类型 跟上面是一样的 当然这个参数啊 我们这只有参数名 你也可以根据上面这个 属性的这个表述呢 把参数名后面加上冒号 加上类型 但是这个在gs中 一般不做强制要求 因为gs本身就是弱类型的语言 而且这个参数呢 它的类型也不像外面 这个类型这么重要 所以说咱们这就了解一下 等会在写的时候 咱们这个就不做特殊说明了 好这样完事之后呢 我们看一个实际的例子 就是我们在讲明显对象 那个demo的时候 我们用了两次的一个例子 就是Receiver的一个类 然后里面有name和h 两个属性 对吧 这是属性 然后有it和speak 两个方法 我们通过这个来画图 大家看这个uml类图啊 它不关心里面的实现 这个it是怎么回事 里面怎么实现的 以及speak是怎么实现的 它不管 我们只管什么呢 我们只管类名 还有这个属性 以及属性的类型 以及这个方法和方法的类型 以及方法的一些参数 好我们通过这个呢 大家看类名是people 然后name和h是两个属性 it和speak是两个方法 这两个方法呢 没有传立参数 对吧 然后我们就画一个图呢 它就是这样的people 然后加号name 然后string加号age 然后number 因为我们上面这个属性呢 es6的属性 或者gs的属性呢 它都没有那个protected public和private的那三个特性 就是我们在讲面对象 讲封装的时候 已经说的很明白了 所以说我们这肯定都是public 就是都是加号 对吧 然后名字 然后类型 name就是string类型 age就是number类型 然后这个在下面是方法名 对吧 eat和speak void的意思其实就是返回质 返回质 因为我们这两个函数 返回的都是没有返回质 所以说我们就写个void 写个空具项目 当然你这个地方写andifind也可以 因为gs它如果是没有返回质 它没有返回质 它没有返回andifind 这个都没有问题 你写andifind写void 都不会造成什么沟通的影响 好 接下来我们就画一张图 大家到这个process on 我直接先输入这个网址 到这个地址来 然后自己注册一下 注册登录 然后进去之后呢 可以 完成之后呢 可以进入我的文件 在这里面新建 新建的时候 大家可以选一个uml 对吧 uml 好选完之后呢 左侧就有这个uml 类图 大家看uml类图 然后我们选一个类给它拖进来 好 这就是类名对吧 类名我们写上people 然后属性 大家看它这都有提示 你可以 就是现在你就可以跟着我的视频来自己画图 自己写 我们第一个属性是name 对吧 然后它的type呢 就它的类型呢 我们写成strain 第二个属性呢 是age 它的类型呢 我们写成number 对吧 第三个属性我们没有 就删掉 然后方法呢 我们第一个方法是 eat 对吧 参数没有 然后返回类型呢 我们写成void 第二个方法呢 是speak speak当然照电话前面是加号 对吧 它是public的 然后参数没有 然后后面也是void 第三个山调 OK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我们根据那个pbt中的代码 画出来的一个uml的类图